終於又回到尼光網恨啦 對上一次到五個月啦 歡迎來到Memory Seville Dio 我是馬里影片開始啦 咳咳 Hunter的誇張 早安,飛回來Montantai 在1月7日當晚 CAPCOM和我們這麼多獵人 準備了一個1月的特備節目 在節目中還公佈了 Monster Hunter Rise未來的更新 以及第3條PV 所以這次的影片是想跟大家分享 今次的節目中 究竟有什麼更新 這麼多內容中令我最興奮的就是這個浦湖龍 浦湖龍竟然回歸啦 所以這次的影片全程我都會用浦湖龍的BGM 首先來到第一樣資訊 就是這個新的地圖 寒冷群島 寒冷群島曾經是巨龍的巢穴 傳說有很多強者和巨龍戰鬥 並且名喪於此 地圖附近也明顯有巨龍的鞋骨 和其他地圖一樣 都有一些環境的生物 在雪地裡 至於說到這個魔物 今次官方公佈了一隻全新的魔物 雪鬼獸 雪鬼獸是一隻 青色在冰雪地帶的牙龍種魔物 為了適應這個極端的環境 身上佈滿了十分濃密的毛髮 會以呼吸的形式 製造冰刃的武器 它可以藉著呼吸時吸入的冷空氣 來冷卻體內的體液 並且將這些體液噴出來 並且製造冰刀作為自身的武器使用 根本就是這個懂得用冰枝呼吸實的斬龍儀式 官方更詳細地公佈了冰斧龍的資訊 冰斧龍貴為本作的主題魔物 充滿露氣的外表 再加上規格般充滿威嚴的甲骨 彷彿就像帶著怨念的亡者一樣 冰斧龍獵食其他魔物之後 身體會霧出一些稱為鬼火的紫色氣體 令本身具有壓倒性破壞力的冰斧龍更加強大 除了新魔物之外 也有很多回歸魔物 首先就是冰牙龍 冰牙龍濕色在冰雪地帶的飛龍種 特徵就是劍齒古的銳利大牙 會很靈活地用前腿和尾巴上的釘狀輪片 在一個很滑的冰面上 來回穿梭致 對獵人戰艦的萬力攻擊 還會用冰屬性的套色 不知道之後會否推出特殊個體的相印冰牙龍呢? 回歸魔物還有曾經被稱為電龍的Hulu Hulu 大Cross 出現了一隻真正的電龍 所以電龍的稱號就被剝奪了 而官方在這麼久的時間裡 也沒有給他一個正式的名字 但在這次回歸中 他有正式的名字叫奇怪龍 Hulu Hulu 是一隻激色在動月 黑暗的地方的飛龍種 受到這個環境的影響 他們的眼部已經完全退化了 甚至連眼睛的器官也沒有了 外形非常恐怖 也可以稱得上奇怪 Hulu Hulu 會從牆壁或天花板 攀爬 並利用伸縮自如的頸 去襲擊敵人 主要會用電擊 回歸魔物還有綿狗龍王 屬於群體生活的鳥龍種 特徵就是很容易融入 旁冷地區的淺藍色皮膚 以及頭頂的巨角 這隻魔物會產生特殊的液體 這些液體會令他的獵物睡覺 再加以獵殺 回歸魔物白兔獸 白兔獸 白兔獸是棲息在冰雪地界的牙龍種魔物 在圓烏烏的身軀下 應有厚實的皮下脂肪 在雪地中可以用作保暖 可以靠圓烏烏的身體在冰面上畫痕 可以迅速和安靜地畫到獵物前面 最份暴獵 回歸魔物 軍龍 軍龍是留有原始外貌的一隻飛龍種魔物 無論是用發達4隻所使出的突進 或是使用強力的爪擊和咬擊 都擁有相當驚人的威力 由於他會使用強烈的炮炮 因此被稱為軍龍 回歸魔物普胡龍 普胡龍是Montem Cross的四大天王之一 我最喜歡的魔物 最喜歡的是他的BGM 非常好 KRM 這個改為造型的海龍種魔物 使用特殊的生肺物 使用瀑膜 Rus 甚至自從と換摩擦到縣兩條 加上滑動的速度 而在狈獵 在暴獵的途中,他都會製造泡沫 而中了泡沫,他會吃到 DEBUFF 除了 DEBUFF 外,他還會發出一些擁有鬼人效果 或者硬化效果,甚至會補血的泡沫 令到討伐過程非常有趣 除了魔物之外,這次新增了一個 各位獵人夢寐以求的動作,粗龍 粗龍是什麼呢? 粗龍就是獵人可以利用長蟲去驅促魔物 使用長蟲進行攻擊,對魔物造成一定的傷害 又或者在魔物互相的爭鬥,即是爭地盤事件 又或是對魔物使用特定的環境生物 都會令魔物進入待粗龍的狀態 在粗龍期間,攻擊其他魔物 可以累積粗龍計量表 而當累積至全滿之後 就可以用到這個傳說中的粗龍必殺技 很喜歡這次的活動 之後就到這個角色的介紹 今代魔物亨的一些角色 終於有他們的名字 而且我們的主角也有配音 首先,我們先說一下第一個角色 火神村的村長,傅然 作為這個村長,當然是深受村民的信賴 不像某位仁傾 文書的瘋狈 都要太不願 PowerPoint 是一個不切不扣的太刀黨 他的太刀刀法也是非常優秀 第二個人要介紹的角色是 這次的摺帶員水薈和火牙 父長,負責村莊任務 而兩位歌星為村莊帶來治癒 相信都治癒了大家獵靈的心靈 而他們也受到村民的養護 之後就是茶館老闆艾草 而他所製作的套套糰子也是村莊的名產 在世界各地獲得好評 之後就是工會經紀人封登 他的身份就像村莊的長老一樣 也是任務的中介人 如果要接任務就可能要找他 之後就是狩獵教官危泰 他將會成為各位新狩獵人的導師 狩獵人們也可以從他手中承接這個鬥技大會的任務 之後就是徐從僱用槍口負責人小甕 他是一個從小到大都非常喜歡艾魯貓和加爾克的人 而且一直都跟他們一起生活 他也會為獵人提供有關徐從艾魯貓和加爾克的僱用事項 之後就是艾魯的頭領秋風 他就一位在徐從廣場率領著徐從隱密隊的艾魯貓波斯 也是村長富賢陳經的徐從貓 但是他的肌肉就不像新大陸一位大團長陳經的徐從貓 之後就是交易窗口的異國人龍帝尼 他會搭船從遙遠的角度到陽來到火神村 除了跟火神村進行交易之外 也會跟獵人買賣實用的道具 除此之外還公佈了今代修煉場的外貌 在修煉場中獵人可以攻擊設施內各種物件 以確認自己武器的動作 加上巨點的設施支援四個人的多人遊玩 所以可以跟其他朋友在訓練場中試武器 而今次的節目中也有短短幾秒說白龍野恆 不過是詳情敬請期待日後的更新 節目最後還有提到體驗版的資訊 遊戲會在今年3月26日星期五發售 而體驗版會在1月8日至2月1日 香港時間下午4點進行 雖然大家看到這條影片 都應該在玩體驗版 但我也要繼續說下去 體驗版內容包括基礎訓練任務 還有粗龍訓練任務 這兩個教學 以及年幽龍王和浦湖龍 兩隻魔物的討伐任務 如果有Switch的朋友 就快點下來試試玩吧 如果沒有的話就... 買個寶吧 這次的資訊就到這裡 就說完了 很久沒做這類型的影片 不知道會不會說漏了很多 如果有說漏什麼的話 大家記得在留言補充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話 都在留言裏面進行討論 而這次資訊中 令我最興奮的當然是這個 因為我曾經預測過 在這個和風的村莊 一定會有和風系列的魔物 我相信雷狼龍應該會出來 在這裡我希望官方可以做完 四大天王 斬龍、巨獸和電龍都可以出場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會每逢2、4、6 出片 由於最近直播功能被YouTubeBAN 所以我們已經轉戰了 在Twitch直播 要請大家每晚9點Twitch見 拜拜 我們先放在這裡 跟李吱 隊裡 你在哪裡 嗎 我的天啊 我問你 你打算